我請教文傑議員 這個本土今天確診案例28例 那這個過去兩個月以來 大家這麼認真的三級戒備 壓到這個疫情的數字 確實相當感人並不容易 但是臺北市的案例 已經連續兩三天 都超車飆車新北 而且變成全臺第一大 這一個熱區跟確診的地方 我覺得現在臺北市的團隊 包括我們市議員 我們都很有壓力 老實講現在就變成是說 7月12號大家可不可以 從三級變二級 現在就是要看臺北市表現怎麼樣了 那如果臺北市表現不好的話 我很怕其他縣市會怪罪我們 那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臺北市現在 我同意巧新剛才講的 像虎林街的永吉市場那樣的 它是基本上是屬於住戶 是屬於住戶 它不像 我覺得真正的問題 還是在北農的一市二市 跟華南市場 也就是說當時並沒有比較強力的手法去 你基本上 基本上華南市場或是北農一市二市 它其實你就把它當成是說 類似像苗栗晶圓店這樣 晶圓店裡面有爆發群聚的狀況 那你就把它整個先停工停業 然後停業幾天 然後你再全部篩檢一遍 然後你大概就知道這個狀況 但是因為我們的市場的攤販 老實講就是說 大家其實都不太想要 呃要怎麼講就是說 如果我確診 我可能我可能就拍誰說 或者說我 我並不要說我確診 我有我有症狀 但是我都不太會 不太會去這樣主動去篩檢 因為你會造成旁邊的大家都被 都被匡列 可能好幾天都沒辦法做生意 其實這是市場裡面常有的一個心態 但是因為你 這樣脫下來 你到時候 你最後還是要瘋啦 像我們華南市場 你最後還是要瘋啦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 一是那個北農一市二市 華南市場能夠 呃能夠真的阻斷的話 那是 那那個對台北市來講 我們壓力就比較小 但是我還是要必須要講 因為當初 再對於這個 因為這兩天在做華南市場 和這個一市二市的 再重新篩檢的時候 我們發現有打了疫苗的 有30個 打了疫苗的喔 還確診嗎 確診 OK 那所以其實 那個時候的程序 應該是說 你那個時候就是全部PCR 先篩檢再打疫苗 全序PCR PCR做完 篩出來以後 然後你在針對那些陰性的 你再打疫苗 那你先打了疫苗呢 然後塞出來又 又才做PCR 然後PCR塞出來又是陽性 所以你這中間就會有拖到 拖到我看大概有七天到十天的時間 就是拖到 那這七天到十天這些人 他有沒有再往外面擴散出去 你就不曉得 所以我覺得對台北市最大的挑戰 還是在這裡啦 那你至於說 像中正區的社區 因為那個社區非常大 那個是基本上是算是 如果沒錯的話 應該算是一個眷改的 眷改的那個大社區 所以它那裡面例子比較多 我覺得從統計上面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不預期那個會變成說 是很大規模的群聚案件 但是我覺得對於台北市來說 就是說現在我們就是全台灣都在看了 就是說7月12號到底要不要稍微解封 就是變成台北市很大的壓力 那我們還是希望說 這個市政府能夠把這個事情 螺絲那個上井 但如果說到時候了 大家其他縣市都想解封 對 那我覺得台北市民 可能還要再忍耐一下 你覺得台北市可能直接獨立 然後維持比較多 我們要忍耐一下 我們的縣市可能要比別人多一些啦 對 也就是說別的縣市 也許它可以開放景點 開放去學校運動 或操場運動或什麼的 那也許我們台北市可能就 有些地方就不能這樣做 也就是說我們的縣市 可能要比人家多一點 好我們稍後回來